福音第二道门 其实我们福音三道门 从不同人的眼光和角度里 去审查耶稣事迹的真实性与否 包括他所做的神迹歧视 我们不能破解神迹歧视背后如何进行 但是我们能够在逻辑行为心理学上 这个渠道从这几班人里面 证明看到耶稣的真实性 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福音第二道门 其实是针对着神迹的受益者 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的行动 如何证明到耶稣的神迹是真实发生过的 在五旬节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的诞生 在五旬节的时候 就是耶稣死了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 那个晚上 突然间 比特和其他的门徒 有百多人 就讨告 然后圣灵突然间降临 他们说起别国的语言 然后 就 讲述耶稣 他所遭遇的事情 近期所遭遇的事情 并且被杀 当时的人 有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们都是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 只有犹太人才能够进入圣殿 他们才会那么神心 走去 一年 走去几次的朝聖 所以 当时的人 听了 彼得的讲话之后 就觉得扎心 扎心的意思 就是他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的事迹 因为 如果一个人只是第一次听耶稣的事迹来说 他 他会觉得 有个伟人 死了 不关我事 我最多哀悼一下 最多默下几分钟 所以 在这个圣经的 这么简单的描写里面 扎心的感觉 就是说 这群人 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也有本地 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城镇里面 上来过节 上来朝圣的 他们是 即时 勾起他们 以往对耶稣的正面回忆 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可以考核一下 究竟这群人 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 见过耶稣 在什么情况之下 认识到耶稣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主要 你看见这个 扎心的感觉 扎心之后 立刻就受证了 信了主耶稣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见 扎心好像是一个隐线 这个隐线 就好像连着的 就是一个 很有力的 爆炸力 令到基督教 在耶稣死后 第一个五旬节 突然间一爆爆出来 并且 即时 去到世界各大城市 所以基督教的诞生 和其他所有的宗教 和任何一个团体 都很不同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做法 因为其他的团体 你发觉他们都是 领袖拿到资源 拿到人力 发展他的教派 但是耶稣 那时候是死了 然后呢 他竟然能够令到他的门徒 能够在这个简短的讲道里面 世界各地 好像那些人未曾听过耶稣一样 但是 即时信主 在这里 我们其实 是可以看到 耶稣 他是 發展这个引线 能够 最终引爆 是耶稣自己 發展出来 因为 如果他们是第一次见耶稣的话 听到耶稣 他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 你看看耶稣 他做过什么 例如 在拉撒路復活里面 他所施行的神迹 是教导的时间刚刚好 那些人从耶路撒冷 寿命下来 帮拉撒路打包清洁 那些人从耶路撒冷 准备走人 准备走人 现在 这个时候 耶稣才刚刚到 然后 兜口兜面 跟当场的人说 那些人是耶路撒冷派来的人 他们不会对耶稣有好印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叫拉撒路 拉撒路 出来 拉撒路就走出来 那个场面是很震撼的 为什么震撼呢 因为 刚刚 我在场的话 我才帮他 抹身 我才帮他 弄好果丝布 我有份帮他推进山洞里面 现在耶稣来了 他竟然能够 叫拉撒路 就这样弹出来 我是不是很震撼 所以 在那里 在以色列人 派来的这群人当中 即时有人信了耶稣 因为 那个场面是很震撼的 不同 你听到隔壁村 再隔壁村 有个人死了 每天都有人 但现在这个不是 我帮他做个后事 所以这个场面是很震撼的 所以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耶稣的神迹是极具能力 极具震撼性的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跟着 耶稣的神迹也是很公开 影响很多人 其中 五饼二鱼 几千人吃饱 这个故事里面 当这件事完成了之后 耶稣就走到去 村庄里面休息 在这个时间 有几个人想见耶稣 然后 耶稣早上 就走了去对面海 就是搭船 过去对面海 这群人知道 耶稣一定是过去对面海 然后 他也马上追上去 追上去 看到耶稣 耶稣不是说 你们找我真的有心了 因为 耶稣一看到他们 急着找他 又是做完五饼二鱼 就已经知道他们 不是为了 因见到神职而找他 他们是革命党的人 所以他们关心的是 耶稣现在有一个人 他可以变君良 他们不用担忧 所以他们 为什么要来找耶稣 你要知道 他们是准备搞革命 随时要牺牲 如果找了一个人 他在场变五饼二鱼 不如只是 大家 你坐下 你有带 有带五餐盒 自己拿出来吃 这也是这样 如果那个神职是这样 这群人 他不会来找耶稣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 识便良详出来 变食出来 让他们行军 起革命的时候 不用忧财忧迷 所以在这里 你就看到 在场的人 是被耶稣五饼二鱼 来说服的 甚至他们的决定 是有机会 要把生命交出来 所以你想想 如果他们在现场看到 耶稣 只是叫人拿个五餐盒 你有的了 你收了 我一直討過一下 麻烦你自己拿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不会找耶稣 耶稣 也是因为 他们找他的目的 不是 因为 看到神的儿子 不是因为看到神职 而来找他 所以 看到他就罵他一生 因为大家的目的不同 所以在这里 你就看到 耶稣的神迹 很真实 很疏力 也影响着很多人 在这些里面 你就发现 我们所信的耶稣 如果你在事情的考究里面 你看到 那些门徒 是写四福音的人 他为什么可以记下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 他们是明白了当中的关系 我写很多东西 你不明白的东西 你很快不记得 因为你连不上关系 但是这些人 写四福音的作者 能够写下去 即是表明 他们明白 当时 大家的关系 只不过他们的文笔 非常之差 当然 他们革命党的人 你不适宜 直接写下去 你牵连着 主耶稣做的那一份 就不是搞革命 他是搞天国的福音 在这里 我们其实 如果你 从这些人里面 你就会发现 从这些人的反应里面 你就会发现 耶稣的神迹其事 是很大规模 曾经很大规模 很公开 在很多 很多的事上面 都极具震撼性 所以有些人说 耶稣的事迹 会不会是假的 读经少 也不怪他们 未信主 但我们信主不同 我们真的要读经 在这个 耶稣 他 除了这两个神迹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神迹 叫死人复活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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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神迹 这些都是公开的 所以耶稣 到最后 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天天在公开教训人 你 为什么 你要拘捕我 你就敢来 是吧 所以在这些人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 他的神迹 是极其广泛的 但是 为什么能传到去外邦 其他的犹太人 用什么方法 这个 就是耶稣发展 他要把引线 去到 去到 扎心 这个地步 他不单止 他是利用神迹歧视 来奠定 这个 他的名声 他的声望 他的基础 他用这个方法 但是他要发展 他成为成熟 成为 这个成熟的庄家 需要派更多的工人上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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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在哪里 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些人 为什么会听到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主 那个 那个缘 那个缘起在哪里 就是耶稣 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 他说救恩是从以色列加开始 也是从犹太人出来 记不记得他说 不要拿仪女的饼 给狗吃 耶稣他一出来传道 他已经知道 他要把他所有的东西 集中在一个很小很小的 犹太地 有什么好处 好似我们香港 大家同一种语言 同一种逻辑 同一种反应 你说一句 你说耶稣做了这件事 我没有你 就会怀疑你的 你跟我一样 都这么聪明 你不会被人欺骗的 我们大家都上过圣经班 你断鼓 你也不会被人欺骗到 同一种语言 你发觉 我们不是不爱国 但是跟大陆的同胞 真的差点 你跟他想的 就是 你如果有些概念给他 他会停止 跟我们的 嘴巴声 差很远 好了 好了